好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一個競爭 也就是說市府把業主 把這個土地交給了富邦 希望富邦能夠經營的順暢 讓這個事業能夠至少 在合約的50年面 能夠面面聚到 創造許多文創的人 然後交還給市政府 但50年後 你我都不知道在哪裡了 可是這裡面有個問題 事情是那富邦是不是 也真的很難經營呢 會不會這裡面 的確有很多的困擾呢 其實坦白講 這部分是不是被揭露 但是有個件事情 可以先別知道的事情是什麼呢 富邦裡面 這個我們說的富邦文創裡面 可是有一個會賺錢的 叫做成品 我們來看一下 北市府是以租 千分之五的權利金 將松菸文創 承租給台北富邦 富邦又以美平 1050元轉租給成品 沒想到成品 你在當這個三房東 用一坪一萬元 交給了這個每個月一萬元 交給了文創業者 千分之五的權利金 是你要賺了才拿得到 但是富邦是1050元 租給了這個成品 成品又用三房東 一萬元租給文創業者 大賺十倍 另外要加收16到22% 16到20%的營業抽成 這是我聽過最高的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當然可能成品它有這個名字 這個品牌有它品牌價值 所以我們也不能一概而論 但是就算有品牌價值 抽20個百分點 好像也是有點高 來我們繼續看 富就是這個順序 富邦是用1050元租給了成品 成品用一萬元一瓶租給了 這個文創業者 而且還要再抽成16到22個百分點 那麼根據議員說法 這些錢 這些錢 都沒有辦法給市政府抽到 這千分之六 千分之五 市府能夠簽到千分之五 因為發票如果開的不是松菸文創的話 開發票是開的是成品 或者其他的話 對不起 市政府恐怕是沒有辦法 賺到這個權利金的 所以我們賺到權利金 就只有多少 是這1050的千分之五 那其他多的部分 都是這個成品賺的 會不會成品ㄎㄧㄤ的富邦 好了 另外一部分 只要跟文創兩個字扯上邊 就能夠適用於松菸文創 園區的租金優惠價嗎 他就指的像是卡通玩具展 這是一個私人活動 那麼整個活動 就這個松菸文創 就報賺了1.4億元 那這1.4億元 是用松菸文創做發票嗎 好像也不是 因為是這個活動去做的 所以他應該松菸文創賺的 也只是租金 換個角度來說 假設租金是用一個月 1050塊來計算 那對不起 恐怕也政府也收不到 這個多少錢 這樣懂的意思嗎 就簡單一句話是 真正這1.4億的門票費 只要不是松菸文創辦的 那麼也只能賺富邦的租金 而這富邦租金 也只能以千分之五的權利金來賺 所以這過程當中 似乎就透露著許多不透明的東西 公權利好像沒有辦法進到 號稱BOT的案子 這個博焱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富邦是有備而來的 所以說今天台北市政府 要跟人家談判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就如同王議員所講的 你可以先做建架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價錢不要是你喊的 你知道嗎 我們要做魚死亡貿 我們今天節目的共同一件事情 就是趕快立刻你也做一個建架 因為我們做談判的人 就是要有魚死亡破的決定 那你魚死亡破 最大的損失是多少錢 你要自己先計算清楚 不要說被人家牽著走 那可是我們現在問題 一件事情是 其實他都有備而來 去想這件事情 那他為什麼有備而來 因為在法律上而言 剛剛石秋議員講 其實在法律上而言 你要去打他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千算萬算 當初就訂了一個不好的契約 這個不好的契約 對他就是有利的 那你如果在這有利的 對他有利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穩蕩蕩 這不是只有文創這樣子 你看大巨蛋也是這樣子 他的一副都要讓說 不然我們就撕破臉 因為契約本身訂的不是很好 所以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那契約本身不是訂的很好 我必須要講說 有些裡面是不是有 有什麼其他B案的問題 我覺得這需要去查 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錯用的 所謂的BOT的概念 BOT要逼什麼東西 要逼那個困難的 叫台灣高鐵這一種 我們後來不會逼 我們都只會逼什麼 逼一棟樓 所以文創園區 實際上只是一棟樓而已 你只是說這棟樓 有一個特殊的公共目的使用 說希望它作為文創性使用 不過壓根它就是一棟樓 它其實是不符合我們的BOT想法 因為北北那三十億 你都可以賺錢 我台北市政府 我去外面貸款 貸三十億來蓋這棟樓 然後我蓋不起來嗎 我一樣 我自己來做房東就好了 一樣也可以 你知道汪潔平找一間公司來租 我一樣也可以租你 市中心三千八百坪的土地 周圍地價一坪大概兩百萬 所以這個土地 至少也是數百億的價值 那我隨便蓋一個大樓 我說我賺不到錢 精華地 對啊 所以說其實這塊的是說 台北市政府其實自己去做 本身不會說都沒有賺頭 他為什麼當初就選擇一個BOT 而且選擇一個BOT之後 弄出一個條件 是對自己不利的條件 這個連政委員可以去查 可是現在是查跟我們現在弄這個條件 最後要走怎麼樣的法律途徑 這是兩回事了 那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是說 今天我覺得我們坐於死往破的決定 可是呢最終的結果我覺得還是要把它買回來 來石秋 其實傑明你要知道BOT在國外實施100多年 它最重要的一個基本觀念是建立在使用者付費 還有就是權力義務的觀念 所以國外的BOT是什麼機場 英法海底階道 因為香港三個海底階道全部BOT 原因何在 他認為我不建得到大飛機 你不能用納稅人的錢 你鋪馬路可以用納稅人的錢 我願意付 但是英法海底階道我不建得要走 所以所有西方國家BOT案是建立在使用者付費 權力義務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情況之下 才有BOT案 所以美國為什麼到西蘭沒有高鐵 從19世紀美國建鐵路就決定 為什麼都是私人公司 因為我不建得要用鐵路 你不能用納稅人的錢 所以私人公司自己蓋鐵路 自己花錢然後自己收門票 英法海底隧道 為什麼可以從55年一下上到99年 沒有人囉嗦 原因是說 因為我當時55年 我設定的通行費 已經沒有辦法維持這個海底隧道 所以我要求99年 大家沒話講 沒有用我納稅人的錢 對 你今天哪一個BOT案 沒有納稅人的錢 全世界沒有飯店BOT的 全世界沒有白貨公司BOT的 德國的機場是BOT的 德國的甚至自來水廠也可以BOT 都是民生 但基本建立上就是說使用者付費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等一下 全世界沒有BOT是做飯店的 沒有BOT是做餐飲的 沒有BOT是做零售業的 沒有BOT是給人家做辦公室的 沒有BOT是給人家做什麼休閒娛樂的 沒有BOT給人家做卡通展的 對傑銘講對了 今天整個你可以看嘛 為什麼英法海底隧道從55年變成99年大家不囉嗦 你們用我的錢嘛 那你們將來使用者的付費的繼續去用嘛 所以55年變99年不囉嗦 今天這個東西你不用自己發明嘛 隔壁的香港有多少BOT案 而且這種BOT案他們到最後在移交之前 十年前他就要做怎麼樣 非常好的維護怕將來丟給你變垃圾 泰國的高速公路也是BOT 由日本人來不拉蓋 就是說我不見到大高速公路嘛 所以呢你BOT的人你負責新建 將來用高速公路來付費 其實今天我特別要強調 我不是提任何人講話 BOT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出在 它採用所謂的最有利標 而不是價格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由評審委員主導一切 阿扁就像我所說的 我也不提阿扁講話 很多人會誤認為阿扁他那個不是BOT啊 為什麼呢 他把地上權的那個 用權力經決定一切放在裡面 BOT其實為什麼說 鴻海權力經只佔35% 所以後來每個人都同分都是10億嘛 富邦只佔30% 阿扁他是怎麼樣 他把權力經變全部 因為他怕壓力 第二個地上權 和BOT最大差別在哪裡 地上權一定5% 一定5%地租 為什麼呢 5%的地租 但是BOT只要3%打折 阿扁會讓很多人來 所以他地租幾%你知道嗎 2% 所以這也是後來為什麼 財政部部長李素德 在1015週年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101是所有BOT 最成功的 李素德 李素德自己在 你去看那個1015週年 他以財政部長 很多人都會覺得 那我真的不敢想像 李素德既然知道 阿扁實在那個BOT 用地上權拉到錢 他為什麼要把地上權 改成BOT 三創 把他的地上權 這是李素德自己在 因為蓋人都因此倒電 所以 我跟 剛才我洪威為什麼會認為 他是地上權 基本上 他是BOT 他把地上權的權力基 但是他用BOT的地租 他把它變2% 所以才有7個人進來 206億8889萬 他的底價變103億5千萬 對不對 第三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洪威認為BOT有一個基本精神 叫主體建築跟附屬設施 對不對 就給你說 遠遠的主體是巨蛋 然後他的附屬設施 他一定要有一個重大的公共建設 但是最重要的觀念是在哪裡 101就像你講 101他的主體設施是什麼 洪威有告訴你 因為當時要考亞太營運中心 他主體設施是做辦公樓 然後所以很多人 主體設施不是巨蛋嗎 主體設施文創嗎 主體設施地上停車場 所以很多人都以為 101沒有所謂的主體設施 他的主體設施是在 因為當時要做亞太營運中心 所以他主體設施就是辦公樓 他的地租就比照BOT的模式打折 但是他比富邦的BOT是多少% 3% 地上權全部標準5% 地上權一定5% 但101為了他跟地上權 結合的原因就是說 我公開透明 全部用地上權的權力進來決定 他把地上權的優點拿進來了 但是他地租還是比照BOT 而且不是3% 他給2% 所以這就是說其實他有這樣的規定說 權力進是這一部分的評分的一部分 但是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變全部 打啦啦啦 對 所以最後BOT案只有阿扁的來了7家 全國所有民的財團都來 因為他知道我不要去打通評審委員 我只要權力進出的高 103億5000萬 所以最差最差一家也出140幾億 最高的一家中華開發市出206億8889萬 不囉嗦回家睡覺 因為我出的最高 但是我還是阿扁呢 把你們有利可圖 BOT 你可以看所有地上權他不能改的 5%全地租 他只收2% 所以他讓大家有利可圖來得很多 最重要的 剛才提到富邦文創 富邦文創 他的營運權力金是0.5% 華山文創的營運權力金是6% 差了12倍 華山文創還不需要開馬路喔 你還幫他開了 你知道華山文創走不進去喔 他為了不破壞 一定要就是自己步行進去 那條馬路是我們在民國99年議會編的預算 我為這個案子還特別反對過 編了3億1000萬 包括土地徵收2億6000萬 加上新建那條你看到的延長路 都是政府買單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今天的目的 我一直跟郝龍斌講 我不是希望你坐牢 我也不希望蔡民宗坐牢 你要把權力金爭取回來照顧弱勢 照顧弱勢 4年來我知道我離開議會的最後一天 我12月24號離開議會 我12月23號還在開記者會 就是希望說 在裡面的合約裡面是沒有飯店的 如果這個飯店你要把它放進去 請你增加權力金 而這個權力金 全部用作照顧弱勢 很遺憾的 好龍斌在我的壓力之下成立一個小組 召集人叫張金二 開了一次會不開了 張金二 開了一次會不開了 好 所以 不做事嘛 所以好龍斌前市長 我們真的呼喊你 到底這部分有什麼樣的內幕消息呢 一樣是文創中心 華山沒有替他特別開馬路 但是你的這個松菸 花了3億元去幫他開了馬路 這不是很神奇嗎 一樣現在市面所有的政論節目 都要問這個好龍斌前市長一個問題 那根煙囪是不是也是你 有某種程度去護航 即便他可能倒了 現在事情好像又是燒成好龍斌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們進個廣告 我要用心考慮我 這樣想是一來 我就說一來 老闆 你會把心急 去煩嗎 你會把心急 那要對 我會把心急 真的要跑 你會把心急 你一直坐喔